在新西时代还没有到来之时 人们都是通过报纸、杂志来获取资讯消息 而后随着科技的进步 电视机逐渐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电视机的发展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 从最早的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 再到现在各式各样的网络电视 成像技术越来越先进 而在我国刚普及彩色电视时 可以看到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会有一个大锅 这个大锅就是我们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关键道具 卫星国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现在却很难看到卫星锅的存在 国家也明令禁止不再使用卫星锅 为什么卫星锅会被国家禁止 人们在这上面又能看到什么 在1990年左右 我国出现了一栋电视 往后十年时间里 国家开始普及卫星电视接收器 也就是有了我们现在的卫星锅 对于卫星锅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尤其是对于大多数80、90后 那可是收看电视节目必被神器 卫星锅外表酷似一个锅盖 是一个金属抛物面 大多数都呈现为白色 人们借助卫星锅的力量 从卫星上传输回地面的电磁波信号 还能收集卫星传来的微弱信号 将信号反射到位于天线极触点的溃源和高频头内 通过降噪、解码和编码等步骤程序 再输入到电视上 我们就可以收看精彩的电视节目 细心的朋友也发现了 卫星锅的安装都是面朝南方的 这是因为我国属于北半球 卫星都是在地球同步轨道上运行的 而地球同步轨道正好在赤道的上空 所以只有面朝南方 接收到的信号才是最好的 卫星锅的普及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 通常情况下卫星锅的口径越大 接收的信号就越强 然而这却不适用于其他地区 因为考虑到成本、安装等因素 人们对卫星锅的口径往往要偏小一些 一般住房没有像城市那么高的楼房 一般都是两三层高 在这种情况下 安装卫星锅即使口径较小 也不会出现信号被墙面遮挡屏蔽的情况 而且卫星锅的价格十分合理公道 市场价一般在100、200元左右 好一点的也就三四百元 人们通过这个价格 可以享受着收看诸多电视节目的乐趣 而且不用像有线电视一样每个月都交费 然而卫星锅也不是装上去就能一次看一辈子 期间也有可能是因为锅顶接触器坏掉 而重新购买使用 因为卫星锅一旦损坏 维修下来的费用都足够 人们再买一个新的 不过装一次卫星锅 大约可以使用两到三年的时间 但是在2020年时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消息称 于2020年底 无线模拟电视信号将退出世界历史的舞台 同时也宣布我国全面进入数字电视时代 如此廉价 且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卫星锅 为什么会推出历史舞台呢 卫星锅看似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乐趣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卫星锅虽然物美价廉 但存在着不少弊端以及危害 首先 因为卫星锅的市场极为混乱 有些卫星锅是私人安装的 缺乏国家的监管 很多安全检查都不达标 根本不符合国家要求 所以人们在使用那些卫星锅的时候 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比如在雷雨天气或者大风天气时 很容易引发触电 更严重的还会导致火灾发生 特别是那些不符合国家要求的卫星锅 当刮大风的时候 还会把卫星锅吹翻 加上卫星锅安装在楼顶 很容易造成高空抛物的情况发生 这对于人们的生命财产等安全 存在着极大的隐患 其次 卫星锅无论是国内的信号 还是国外的信号 它都能接收到 这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都知道 无论是网络广播还是电视节目 都是需要受到国家监管的 而一些私自售卖的商贩 为了提高卫星锅的销量 通常会破解一些国外的付费频道 严格来说 这就属于侵权违法行为 更何况各个国家的文化不同 在电视上内容的审核标准也不同 以至于 我们在收看时 就会有一些形形色色 稀奇古怪的频道 被人们看到 甚至还会有一些不良的信息 和偏激的广告 这些频道内容 都是不适合国内观众们观看的 甚至有一些内容 会在极大程度上 对人们的身心健康 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 国家对于这方面的监管十分困难 没办法像互联网一样 过滤筛选信息 所以为了营造 良好干净的信息环境 也为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着想 卫星锅才会退出世界历史的舞台 与卫星锅相比 有线电视更像是一个批法商 通过广电总局的信号接收站 将收集到的信号通过筛选审核 分发给了有线电视的用户们 经过广电总局审核后的节目 自然而然 也就不会有什么稀奇古怪 不良的内容了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 明令禁止使用卫星锅的原因 虽说卫星锅被禁用了 但是它曾经给大多数8090后 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但为什么有线电视 没有像卫星锅那样普及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国家并不是全面禁止卫星锅的使用 对于一些分布零散 加上地形复杂 交通不便 信号十分不好的地区 很多地方无法架设 有线电视的线路 即便有线电视能够接通 收费又成了一个问题 相比较 卫星锅的费用 有线电视的收费标准 显然不适合这些地区 加上有线电视的服务商 售后都在城镇里 一旦出现了问题 也不能及时提供帮助 由此国家做出了通融 我国生产出两种 可以合法使用的卫星锅 那就是近几年常见的 村村通和户户通 这两种卫星锅 是直接由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负责监管 而且规格和标准都是免费的 这样既过滤到了一些不良信息 还享有有线电视的安全 合理 法规等特点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社会不断的在进步 我国也即将进入到 地面数字信息时代 据统计 我国现在有线电视 和卫星电视用户 分别达到了2.1亿户 和1.3亿户 国家共建设5000余台发射台 上万部数字电视发射机 覆盖了大多数城乡地区 而且广电总局 也全力推动数字传输覆盖升级 大力改善偏远贫困地区 电视收看效果 通过有线 无线 卫星综合覆盖 让偏远贫困地区的人们 能够清晰地看到 丰富多样的电视节目 不断提高用户收拾体验 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做到享受高质量的电视服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多老物件会被慢慢淘汰 更多好用的 适合人们的新物件 也会随之而来 而这些在不久的将来 都会实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加关注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